主人把二哈锁衣服里 然后自己吃美食 二哈的反应 笑死人不偿命 兄弟们 我们今天继续炸一波回忆杀 一起回顾一下 马桶小时候的逗逼有趣搞笑的瞬间 这是当时我带着马桶去灰面馆 然后马桶光捣乱 我就把它锁到我的衣服里面 把它装到棉袄里面 然后把拉链一拉 它锁进去 我在外面吃灰面 本来吃的还挺安分的 但是好事撑不过一分钟 马桶就在里面闹腾 最后自己扒出来非要吃 就整个过程 特别的不愤 特别的生气 鸡里哇拉的出来就跟我吵架 那是嗷嗷惨叫 笑的人肚子疼 我当时吃灰面吃的正香 就感觉里面有东西在雇佣雇佣 而且在咬我的脖子 舔我的脖子 就打开一看 就马桶拱着脑袋在往外面拱 马桶这狗鼻子别提多灵了 从小都是吃货 那隔着衣服中的闻到味 非要钻出来 我是尝试了好几次 把它再次关到衣服里面 但是没有成功 它非要挣扎的往外爬 最过分的就是放你出来的 你就消定点呗 放得出来之后它还想吃 不让它吃它还急着 哇哇叫 于是我跟马桶针尖对卖盲 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填你的嘴 知道你嘴上有味儿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我就只能抱着它 让它把狗头露在外面 闻闻味儿 然后我吃的 因为它还小嘛 只能吃这个奶粉泡果粮 吃这些东西的话 对它的肠胃不好 一毛没大完呢那时候 啥也不是 我这边吃的越香 马桶是越着急啊 最后马桶破关破摔 嗷嗷惨叫 眼看马桶激烈反抗 我又毫无办法 没办法把这重新再关到衣服里面了 所幸我就使出了杀手锏 给它锁住了命运的咽喉 马桶就叫不出来了 嘿嘿嘿 只是那小眼神有点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哎呀妈呀 后来我想了想 这样对马桶好像是有一点残忍 这东西它又吃不了 你让它刚看着它是干着急 所以呢 我又尝试的把它锁到了衣服里面 但是这家伙又爬出来了 而且爬的比刚才还起劲 我直接给干蒙逼了 最后实在没招了 我就跟马桶说你老实一点 吵了它两句 结果它还委屈了 我吃的香 马桶在旁边是刺牙咧嘴 狂咽口水 看着它可怜巴巴的样子 大黄都看不下去了 哎呀你别气大了 你别吃了啊 进去吧 我呢着实感觉也是有一点残忍 索性呢我最后一次再尝试一下 把它关到衣服里面 哎这一次好像是成功了 但是马桶在里面哼哼鸡哼鸡 让人心里面不是滋味 所以我又把那个拉开了 让它干脆只露出一个狗头来 你现在吃不了就好吃了 你只能看 谁让你是二哈 你是个小奶狗 你是个玻璃胃呢 对不对 你吃不了啊 小玻璃胃 看我吃吧 小你们我真是太难了 当时啊 你知道吗 我抱着它也不是 把它装在衣服里面也不是 马桶是怎么都不消停 他只有吃到他嘴里面他才罢休啊 所以没有办法 这一次干脆直接一点装进去贷 好 来点啊 来 然后大家都想到了马桶还是在里面不老实 哼哼唧唧的各种导弹 最后很显然我又失败了 你要吃饭呢 能不能让我好好吃个饭 嘿嘿嘿嘿嘿嘿